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囉大家好 那今天的影片呢 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們暗黑破壞神 永生不朽的一個技能系統 都會在今天的一個影片呢 來跟大家做個解析 那我的頻道呢 日後也會更新很多關於暗黑不朽的相關影片 如果你也喜歡的話 那一定要記得訂閱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哦 那我們就開始吧 在暗黑不朽的一個設定呢 玩家基本上的話 他可以有五個技能 那一個的話是主動招 那還有另外四個的話就是次要的技能 那這個可以依照玩家的一個喜好來做更改 也可以根據你比較常玩的是PVP 或者是PVE的一個技能來做這邊的一個技能的一個設定 那所有的技能呢 其實都是的設定呢 是可以從這個技能系統的這個頁面 來做更改的 那我們從這個技能系統的頁面呢 其實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說 幾等的時候呢 你可以學到角色另外的一個技能 基本上暗黑不朽有六個角色 那六個角色的模式呢 其實都是差不多的 大概都是在50級的時候 所有的技能都可以學習完畢 同時的話就是角色的等級提升呢 其實也是會連帶技能的一個效果提升哦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像我現在這個 Freezy的這個是主攻的一個招式 它RANK1其實就是一等的意思 它這個綠色的這個字呢 像947的一個傷害啊 或是8%等等 3秒等等 都會隨著你的這個等級的提升 它會有一個數值上也跟著一起提升 那這邊我覺得是官方設定一個蠻貼心的一點嘛 就是其實玩家不用等級提升 可能會有什麼技能點數 要再去做技能的一個強化 不用 它是一個自動的 也就是說你的等級呢 如果說自動到達一定的一個層級 譬如說我們點開來看的話 它可以跟你講說 我下次這個招式的一個升級是在37等 基本上每一個招式呢 都是這樣子哦 像這一招的話 它就會是說下一次升級是在36等的時候 這個技能就可以達到一定的一個提升 那我們可以根據 就是自己想要搭配的技能 來做這邊的點選 假設我今天想要裝備這個招式 我可以直接做這個技能的一個更改哦 然後去做改這邊的一個設定 那這個主動招式的話 一個角色 暗黑不朽裡面六個角色裡面 每一隻角色都是一樣的 一隻角色呢 只有兩種的一個主動技能 也就是說你的主動技能呢 只能安裝在這邊 那旁邊的就是其他的一些特殊技能哦 來可以給這個角色來做使用 那暗黑不朽的這個技能呢 主要有分八大類哦 分別是攻擊還有channel還有增益 dash的話其實就是位移技能 control控制技能charge的話就是集氣技能 還有一個多階型的一個multiple stage的一個技能 以及巨怪的一個技能哦 這個都是暗黑不朽裡面會有的技能類型 那以我野蠻人來舉例的話 像第一個damage的部分的話 就像是這一招聚錘的話 就是屬於一個傷害技能 那channel這個技能呢 其實的話就是像是我們野蠻人 以野蠻人來做舉例的話 就是他的這個迴旋斬哦 他的這種channel的設計的話 就是說他可以按住 然後呢他會有一個很長的一個 施法的一個時間 那在施法的時間的時候呢 其實呢都是可以達到一個攻擊的效果的 所以他是一個持續的一個技能效果 他的這個長度呢是還蠻長的 增益技能的話其實就是讓角色達到一定的能力的加成 如果說以野蠻人為例的話 他的增益技能的話一開始學到的是這個叫衝刺 那只要使用這個衝刺招呢 野蠻人的速度就可以獲得一個很大的提升哦 跑速會得到很大的一個加快 那這個大概就是這個增益的技能 第四個的話 dash的話是衛移技 如果說我們以野蠻人來做舉例的話 那我們看一下他的衛移技的話 基本上就是可以做一個瞬移 那法師呢或是像秘術師等等 也有相關的一個技能可以做釋放哦 受魔獵人呢其實有一個也有一個很好的一個衛移技 那控制技能的話我們也是一樣 以野蠻人做舉例的話哦 那他的控制技能其實在這個跳躍的部分 也是有可以達到一個控制技能的效果 這招呢就是他跳到怪物群的時候呢 會對怪物群帶來一個簡易的效果 那同時五幀其實有很多類似像這樣的一個技能組 那這邊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像我這個衝刺技能 他右上面呢有一個數字 意思就是他其實是可以做一個充能的哦 他是可以有累積不同次數的一個技能在身上 其實其實你可以根據上面還有的次數呢 持續的來釋放你的一個招式哦 那接下來的話還有就是 是多階型的multiple stage的一個技能招式哦 那基本上就是你可以根據你目前技能施展的一個情況 他會有第一階第二階第三階的一個技能招式的狀態 所以你連續施展不同次的時候呢 你的技能會越來越來一個強大 通常在等級比較高的時候才會學到這樣的一個技能技巧 最後一個的話是聚怪技能 那聚怪技能呢 基本上像是五幀呢 就有一個很好的聚怪技能哦 那聚怪技能其實很簡單 就是把怪物可以吸到你的身邊 那這樣的話其實可以在打PVE或是PVP的時候呢 可以做到一個很有效的一個控場 這個大概就是目前在暗黑不朽的一個簡單技能系統一個介紹 那我覺得有一個最好的一個系統設置啦 就是說官方呢其實沒有說有什麼技能點說要讓玩家去點 因為這個的話其實往往像之前有些遊戲 以前小時候在玩一些租機的遊戲的時候 會不小心點錯一個技能就整隻角色可能就要砍掉了 或者是說呢所有的東西都要洗掉再重來哦 那所有的技能呢都是隨著你的等級提升 技能也會得到一定的強化的 所以這個是大家不用擔心 那最後的話跟大家分享一個小技巧哦 就是說呢你的技能呢像是你的主攻技能 我現在是用電腦遊玩 那其實如果說你今天是用手機遊玩也是一樣的哦 就是我現在的主攻技能是設置在我的左鍵 那一開始我在玩的時候呢比較傻一點哦 我可能會是要攻擊一個怪物 我就是狂點我的左鍵一直點點點點點點哦 那其實是非常的累哦非常的累 那其實你可以按住左鍵哦按住左鍵 你其實可以達到就可以達到移動 甚至攻擊哦只要附近有怪呢 你按住左鍵它就可以做一個連續的一個攻擊 其實你不用一直連續的點擊哦 那這是一個小技巧分享給大家 另外的話就是像很多的技能呢 有位移技的或是施綁技的話 你按住先不要放開的時候呢 其實你是可以選擇要施放的地點哦 所以如果說是預設的話 你直接按下去 它就會在你的正前方打下去 就是角色正前方 像是衝刺技能的話也是 你可能可以今天在打PVP想要逃走的時候 你往後面它就會用不同的地方來做一個位移哦 同時這邊的話你也是可以按下按住你的左鍵 或是你的方向鍵也是可以按住的話 你就可以達到一個不同的一個地點的一個瞄準哦 就是不用馬上去按下去技能施放 你如果想要指定方位的話 技能呢你可以按住 然後再選擇方位來做施打 最後再跟大家分享一個小小的一個系統貼心的設定哦 就是有別於之前的暗黑2啊或是暗黑3有什麼魔力限制 其實在暗黑不朽呢是沒有相關的一個限制的哦 所以所有的技能所有影響的只有它的CD時間 所以如果說你今天有技能已經CD好了呢 能夠放就趕快放 因為它其實是不用耗魔的 也不會是耗你的血啊什麼之類的 基本上有技能就趕快放你的技能 這樣子的話其實你在刷怪會來的更快速哦 那以上呢就是關於暗黑不朽的一些相關技能介紹啦 那如果你也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那記得一定要幫我點個讚 那我們就下集再見囉 大家掰掰 謝謝你看到這邊 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 那記得一定要訂閱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獲日後更多的相關消息哦 如果你覺得影片拍得不錯 可以點擊超級感謝 給我一點小小的鼓勵 或是加入頻道會員 每個月只要15元新台幣 支持我拍出更多更好的相關內容 我會不會想到這邊 這個部分會不會有關 我會不會想到這邊 的那一段時間 我會想到這邊 我會想到這邊 那一段時間